好,錄回第三個Chris的講解了。 看題目先的。 If the average daily energy requirement for GEN is 9200 KZO, 解釋一下為什麼是會幫到減肥的。 若果你要溫習去解釋減肥的話, 那就要看回你的Vivision Notes的第四課了。 首先要計算數字,看看是不是真的。 他說減肥,減肥一定是Energy Intake和Energy Need之間的一個比較。 首先它每一日是要9200的, 換句話,我們Energy Output應該要大跌。 好,首先看它吃多少。 計算數字,看這個藍色的位置。 計算數字就會發現, 它每一日其實Energy Intake吃了駱駝的, 是6620 KZO。 記得要計算數字, 還有給單位。 然後它解釋的時候, 就是Energy Intake和Energy Need做一個比較。 今次我見到, Is smaller than, 好,一分。 那怎麼辦呢? 不夠用呢? 我們就會用身體儲存了的脂肪, Fat stored, 在哪裏? Under the skin, 或者 around internal organs, 在內臟附近。 這樣就會瘦了。 這個直到第四版寫了的。 好,然後再問, If Jan continues this time for several months, 持續這個線值幾個月的話, 那它會有些什麼病? 病你學過不是很多隻的, 那首先看一看, 它整個每日需要方面, 哪些是不夠的? 那對回的時候, 題目都講到明, 是跟minerals抗物質有關系。 那我們就只看minerals抗物質, 即是綠色這裏, 即是只看鈣質, calcium, 還有鐵質 iron的。 那如果這樣看下去的時候, 我對回, 每日吃了這麼多, 但它需要這麼多, 夠數的。 每日吃了9.9, 但它需要15, 不夠數的, 所以它應該是不夠鐵質的。 不夠鐵質的病, 就是anemia, 噴血。 好, describe a fruit test, 那這裏你自己找回第三版就可以了, 我就不多說。 好, 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想知道, 究竟呢, 我做完實驗之後, 想試下the effect of milk on the growth of young rice, 即是奶對於年輕老鼠來說, 有些生長的影響。 首先有兩組, 一組A和一組B, 他們數量上是相同的。 但兩組都餵一樣的東西, 看看餵什麼, 有餵到它吃碳水化合物, 有脂肪, 有蛋白質, 有minerals, 有水。 但A沒有奶飲, B有奶飲, 然後看一看15天內的變化, 看到B和A一開始都是升的, B過了第五天, 第七天都繼續升下去, 但B, A先升後跌, 那這個表述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一下, A在第七至十五天, 而B在第七至十五天, 都是上升低重的, 越來越重, 即是生長得好。 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們解釋的時候, B又喝奶, A沒有喝奶, 那換句說話, 奶應該有些物質, 是令到B成長的, 而這些物質很有可能就是維他命, 而維他命是可以幫助一隻老鼠的成長的, 那這個題目就問, 為什麼這次我們用幼鼠Yung Rex, 而不是instead of material Rex, 用成熟的老鼠呢? 那第一個最主要原因, 因為幼鼠長得快, 十幾天我們都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體重變化, Faster Growth Rate, Faster 的生長速度。 第二個原因, 因為如果是年輕的老鼠, 它身體去儲存維他命, 或者其他營養能力比較少, 那換句說話, 他的體重成長, 是很直接受我給什麼他吃的影響的, 那所以呢, 也都會好一點, smaller amount of food substances stored in the body. 好, 到第三條了, 第三條的都市傳聞, 說煮東西, Cooking, 是會破壞維他命C的, 然後Ivan做了以後的實驗, 那就是了, 將D果汁滴進去DCPIP溶液那裏, 看看多少滴, 才能夠令它Decolorize, 退色, 即是由原本有藍色的地方, 變成底色, 甚至乎沒有顏色。 我們先看Test Tube 1, 我們是將橙汁滴進去DCPIP溶液那裏, 橙汁本身是橙色的, 維他命DCPIP就是藍色的, 我們將橙汁滴進去藍色, 一開始不太覺眼的, 但是當DCPIP溶液一轉了色, 就會再加橙汁下去, 就紋變橙色, 所以就從藍色到藍色, 至於Test Tube 2, 就加檸檬汁, 檸檬汁本身是黃黃的, 所以最後就會看到黃色, 藍色, 然後叫你Draw Conclusions, 和中一學的Fair Test分別不是很大, 首先,我們先找不同, 找完不同, 兩個對比一下實驗結果的結果, 然後拿出一個結論, 譬如今次叫你對比一同二, 一同二唯一的不同, 就在於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檸檬, 結果就是見到藍色是用少些滴素, 檸檬用多些滴素, 換句話來說, 就是少滴素, 多些維他命C, 所以橙比檸檬有更加多的維他命C, 根據今次實驗結果, 然後去到比較Test Tube 1, 和Test Tube 3, 都是找不同的, 今次的不同, 一個是煲了, 一個是未煲的橙汁, 結果都見到一模一樣的話, 換句話, 對應題目這句都市傳聞, 就是原來Cooking未必會破壞到維他命C, 至於到最後, Test Tube 2, 和Test Tube 3去做比較, 看一看, 一個是新鮮的, 一個是煲的, 一個是橙, 一個是檸檬, 兩個不正確的地方, 兩個不同, 所以今次的不正確是沒有任何結論的, 好, 到第C題了, State and Important Precaution, 一個預防措施, 這個預防措施的目的是甚麼呢? 令到我們是一個公平測試, 做的實驗會有很多的誤差, 例如我們用Dropper, 去將每滴的橙汁逐滴下去, 亦都包括了我們在Test Tube 裡面 有些DCPIP溶液在這裡, 所以做的precaution可以包括第一, 我們留下一樣的DCPIP溶液, 大家都確定是兩個ML的, 第二個, 用同一支Dropper, 用同一個滴, 去確保滴數的容量是一樣的,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問, Boiling does not destroy vitamin C, 就問他這個conclusion 是不是Logical的, Logical的意思, 即是合乎他實驗結果的推論, 按實驗結果推論, 剛才做第二題B題的時候, 都已經看到是對的了, 除了說只是對比橙汁之外, 亦都可以看檸檬汁的, 反而煲了之後, 是用了更加少滴數, 就可以decalorize了DCPIP, 換句話, 煲完之後, 反而多了維他命C, 所以這個推論是合理的, 好,完成了。